好 現在我們來介紹 iMovie的新增資料庫 它預設本來是有一個叫 iMovie的資料庫 左邊這邊是它的資料庫區 那我們從檔案打開資料庫 那我們選擇一個新增 好 那新增儲存為 這邊就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那我這邊是準備存在外接式的SSD上面 所以我這邊就寫一下SSD資料庫 那儲存的位置我們要改一下 是放在Mac外接的120G這個外接式的裝置上面 好 那這樣選完之後按儲存 它這邊就會多了一個SSD的資料庫 好 那iMovie的分第一個層級就是資料庫的層級 看起來是這樣子